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样一个CrewSpider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首先我们创建它的时候 使用一个GangT这样的参数 就可以创建它对不对 创建之后 它首先进程字的Fullet不一样了 然后多了一个Rose PlusR就没有了 是不是这三个地方和我们之前 写的SquireSpider不一样呀 通过这个Rose这个地方 就能够实现它帮助我们自动去抓取URG指这样的功能 那么 抓到URT的对应响应呢 会加个一个CallBug去处理对不对 CallBug等于PassArticle 比如这个地方叫PassArticle 那么这个URT对应响应呢 就加给它处理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Colo等于处 表示这个URT对应响应 是否还会经过这些Rose来提取 在这个CrewSpider里面呢 有这样几点大家需要注意的 首先呢是这样一个命令 命令呢我们需要加上-T 然后呢不能以Plus为名的函数 这个刚刚都讲过对不对 然后CallBug的Follow都是干什么的 大家也明白是干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在不止你CallBug的情况下 如果Follow为处 满足该Rose的URG指的响应呢 还会继续被这个Rose呢 再来过滤 再来提取URG指 如果多个Rose同时满足一个URG指 那么会从Rose中选到第一个满足的进行操作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这两个正能表示都同时 批评到了一个URG指了 那么当一个面接提取器 把这个URG取出来之后呢 后面的Rose 它就提取不了了 明白吗 所以说这个告诉我们 我们在写这样的正能表示的时候呢 应该尽可能把它写得更加的明确一些 不要让它能够同时批评到一个URG指 对吧 那不然的话 可能在后面 我们某个Rose想要提取出来的时候呢 它已经被前面的Rose给提取出来了 对不对 这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是这个地方 CrossPile里面需要注的一些点 那么在CrossPile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参数我们得了解一下 首先是关于连接提取器 连接提取器呢 刚刚我们只用了这样一个Allow 表示我们后面写个正则 去匹配URG指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匹配 不满足这个正则的那些URG指呢 就是说满足这个正则的URG 我们不想把它给抓起来 那我们就需要使用Delight这个参数 表示是满足这个正则的URG指 一定不会被抓取 那优先解释的是高于Allow的 对吧 那么还有什么呢 Allow domain和Delight domain 表示满足这个域名的URG的 是否会被抓取 如果放在Allow domain里面呢 表示会 它的Delight domain呢 表示不会 那么还有什么呢 RestrictTypeus 对吧 RestrictTypeus也是一种数据提取方式 我们和这些Allow使用正则 那么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在里面 使用Typeus的方式呢 来提取这样一个URG指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在后天的时候呢 会来讲 另外一个CrossBallet的一个案例 那么中间呢 我们就会用 RestrictTypeus的方式呢 去提取其中的这样一个URG指 那么这是关于 链接提取器的 链接提取器呢 它处的位置呢 是在这样一个RORS里面 对不对 那RORS里面呢 除了链接提取器之外 还有Corebug和Follow Corebug表示 提出了URG的响应 叫它处理Follow表示 响应时报会经过这堆ROR 再来提URG地址 除了这三个三个之外呢 常见的还有 这样一个ProcessLink ProcessRequest 分别是用来处理链接 以及干什么呢 以及来处理请求的 那么处理链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链接提取器 提取了URG地址了 那提取到URG地址了 我们知道 它是经过Plus函数去处理 然后呢 把它构造成一个require对象 然后发动出去的 那么构造出的这个 require对象 如果在构造require对象之前 我们需要对这个提出的URG地址 做一些偶尔的调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一个添加一个ProcessLink 这样的参数 然后给它指定一个函数 那么到时呢 它就会自动的调用一个函数 去处理这个URG地址 如果说构造成的require对象 我们需要做一些 偶尔的处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个 ProcessRequest这个参数 然后给它指定一个函数 然后到时这个函数呢 就会每次在提出的URG地址之后 构造成request之后呢 去处理对应的request 那么这后面两个参数呢 可能我们平时呢 一般情况下都用不到 当然呢大家也需要知道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们需要就处理这个请求 处理这个链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两个参数 使用这两个参数呢 指定对应的两个函数呢 在解决对应的问题 那么关于这两个参数呢 后面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在工作中遇到的话 可以查一下资料 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一般来说 使用来解决这个地方的问题 就可以了 把这三个写好就完事了 那么刚刚在这个地方不到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我们在这样一个网站里面呢 它URG地址都是不完整的 发现了吗 下页是不是不完整的呀 详细的URG地址也是不完整的 那我们好像并没有去 把这个URG地址补充完整 对不对 这是CruiseBallet的一个特性 它能够自动的方向 我们把URG地址补充完整 所以我们在提取XBUS之后呢 把XBUS 说错了 提取URG地址之后呢 把这个URG地址 我们只需要 把它正则写好 然后它会自动的在请求之前呢 把URG地址补充完整 这个过程呢 是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做的 明白吧 就是即使在CruiseBallet里面 URG地址补充完整 也是没有关系的 它会自动的帮助我们 把它补充完整 这个明白吗 那么这是关于CruiseBallet 这一方面的内容 那关于这个内容呢 我可以在这里呢 新建一个 轮件哈 这是D10 重点 .md 那么CruiseBallet的使用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创建 对不对 创建爬虫 那么创建爬虫 我们就是Scrapy 对吧 进Spider对不对 那么-T CruiseBallet 加上一个爬虫名 对吧 加上了 Platon名 对不对 然后创建爬虫之后呢 我们要干什么呢 要指定 startUR 对不对 那么startUR 对的响应 是不是会经过Rules 过滤 对应的响应 会经过Rules 过滤 或Rules 来提取URL地址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应该 换什么呢 完善我们的 完善 我们的Rules 那么在Rules里面呢 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去给它 添加一个内容提取器 添加allow 或者添加call bug 跟follow 对不对 这里面call bug 然后follow 我们直接把 比如把这个拿过来 然后玩 马上Rules 就是添加大写的Rule 对吧 OULE 对应的话呢 就是这个样子 要把这种内容给它放进去 那完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启动 扒充了 就可以开始做了 对不对 那么在其中注意点呢 有这样几点注意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的 刚刚所说的 那个UR地址 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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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自动补充完整 对不对 会自动 补充完整 之后再请求 对吧 那么第二点 就是pass函数 不能写 它有 它有 特殊 功能需要实现 写了之后呢 就会把 复材的pass 功能给覆盖掉了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不能写的 那么 还有就是关于 call bug 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遍 以及follow 对不对 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 在心里这个时候 能够清楚 他们是干什么的 因为你只有明白了 call bug follow是干什么之后呢 对呢 才会去写 这个wrs的时候 才能写得更加的 好一些 然后这个时候呢 call bug 就是 链接提取器 提取出来的 UR地址 对应的响应 交给 它处理 那么follow呢 表示 链接提取器 提取器的响应呢 是否 继续 被 wrs 来 过滤 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然后这是我们后续 在使用cruise spider 的时候 需要住的一些地方 其实仔细来看 其实后我们 之前的scruise spider 没有太大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这里呢 我们在 链接 发送请求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cruise spider 帮助我们自动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自己不需要 太过担心 太过关心 对不对 所以说整体看起来呢 它的写的代码量 是非常少的 当然我们可能 我们思维的方式呢 我们思考的过程呢 可能要更多一些 这是关于前面 这一部分呢 cruise spider的内容 的身份 这一部分呢 我们不买 我们不买 就是 我们不买 我们不买